印尼西爪哇首富万龙的大型超市内 贴着许多台湾国和会认证的书果 品项多达30余种 这是台湾国和会技术团辅导 在地农业企业化的成果 我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最高的质量 这是从菩萨叶岸与大陆邦 国和会与印尼农业部合作 2015年在万龙设立农业训练中心 教导农民培育优良品种改进栽植技术 运用现代化集货设施理货 运销财务管理 成功帮助当地农民发展优质生产模式 提高产量与收入 我之前的经过会计划 经过会计划在市场或市场 我们的计划在市场上 开始创造在台湾国和工厂 或计划作为台湾国际工厂 在这种价格的价格 在这种价格上升至于 然后自然价格上升至于 来自参与众生产产 为了提高印尼农业品质与食安 技术团教农民如何施肥和驱除病虫害 发展出适合当地环境的生产方式 另外也传授温室培育 像是市场很夯的樱桃番茄 就是运用台湾环控温室技术培育而出 透过自动化感应器调控合适的生长环境 我们这边主要是给他们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一个温室的设计 那你通风还有这个光线采光 到底要怎么样去设计去控制 我们这边因为是示范中心 那我们因为有合作关系 那我们也希望为了就是打台湾的知名度 所以我们一定是示范最完整 然后最先进的一套 这项培训计划将在年底结束 但印尼农业部与农民仍希望继续与台湾合作 辅导农民冷练运输和市场通路技术 国合会也与农训中心共同成立育成中心 希望将这个示范计划复制到其他地区 那么目前未来我们在市场方面 在帮他再做这个后端市场的加强 让他能够这个真正农产品高级的品种 可以到高级的市场 那么这个成立以后 那么他的产值可以增加到50% 国合会接下来将透过产地集货都会行销专案 协助当地研拟品牌标志建立消费者信心 并发展高端市场行销 打开知名度 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提高产品牌标志建立消费者信心